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呢 饱和脂肪酸的甘油脂含量是更高的 那长期摄入猪油会导致我们的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量增多 会升高血脂和甘油酸脂 而它们呢 又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元凶 那为了促进健康呢 很多人会推荐炒菜的时候用植物油 因为植物油里边呢 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较高 那不饱和脂肪酸呢 它会升高 高密度脂蛋白 而这种蛋白呢 是有利于保护心脑血管的 那这个时候新的问题出现了 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疑问 那医生以前穷的时候 什么橄榄油 茶油 豆油 我们都很少能吃到 那这个时候最爱吃猪油 为什么很少有心脑血管疾病 而现在天天吃植物油 各种慢性病却越来越多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呢 这是因为啊 我们食物的种类很多 除了猪油以外呢 各种肥肉 动物内脏 油炸食品呢 它都含有很高的脂肪 而以前由于生活水平不高 虽然竟是猪油呢 但是其他高热量的食物竟是很少 那总体来说呢 高脂肪食物的摄入量其实并不高 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 也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建议 建议我们普通成年人的饱和脂肪摄入量 不要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 以一个每天需要2000千卡热量的成年人来说呢 他每天摄入的饱和脂肪量呢 应该控制在22克左右 如果全部转换成为猪油呢 那就是56克 就大约是一两 现在呢 生活水平提高了 虽然油换成了植物油 但是呢 其他的高脂肪食物呢 越来越多 无形当中呢 导致了脂肪的摄入量增加 像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脂 糖尿病等等 它都与我们不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有关系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关注我 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感谢观看